记者暗访非法代孕产业链 大妈只得少部分报酬 目前,我国还是存在一些非法代孕产业链 我们的记者之前,就已经暗访过很多次相关的新闻 记者介绍,其实在我们整个暗访的过程当中 就会发现,我们国内地下代孕 它其实会提供不同价格的套餐的 我们之前暗访过一家号称是国内龙头的这样一个代孕机构 它的套餐是有60万的,不包成功,低风险的套餐 再到120万,包成功,零风险的套餐 其中这个负责人也跟我们说大妈的薪酬 一般是在30万左右 但是实际上根据我们深入了解 其实大妈能够拿到手的价格 一般最多是在20万左右 甚至还有一些大妈拿到的钱还不到10万块 所以说因为这种信息的不透明 中介其实会在这中间 扣除很大一笔费用 大妈能拿到手的 其实只是其中就是很小的一部分 对于代孕妈妈来讲的话 她其实在整个环节当中 都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比如说她为了能够成功受孕 她在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要打很多的保胎针 另外就是最开始的试管手术 以及最后的生产 她都不是在正规的医院里面做的 她都是在所谓的代孕公司的实验室里 其实就是一个地下的工作室里进行的 所以这种手术的环境也好 就是这个手术本身就存在风险 另外 她们作为一个提供子宫的这样一个代孕的妈妈 如果说胎儿的成长状况不达标的话 或者是不符合客户的要求 那么她可能就会被要求流产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方方面面其实对代孕妈妈的身体 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于她们来讲 丰厚的报酬是最大的动力 因为实际上 像很多代孕以前都有过生育经历 很多代孕会觉得说 她已经生过孩子 她觉得生孩子是一件很简单 很轻松的事情 那么她们对代孕的风险的预估是非常不足的 再加上中介机构 肯定不会对她们透露 任何关于代孕的风险 所以对她们而言 怀胎10月不需要从事任何其他的劳动 就可以拿到10万 甚至是20万的报酬 这是一个可以直观变现 并且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 在我们整个暗访的过程当中发现 中介机构对整个工作流程都非常隐秘 包括从找客户再到她们进行手术的工作室 其实在我们暗访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有要求说 我想去看一下实验室 但她们都是直接拒绝的 或者是你一定要出具真实的身份信息 她们要核实身份之后 才会让你去参观这个实验室 所以整个的一条龙 都是非常非常隐秘状态之下进行 天君 今日时事新闻记者暗访非法代孕产业链 代妈只得少部分报酬 理解室 理解室 使用 理解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